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带我们回到那遥远的地方 孩子们快出来 帮爷爷奶奶拿年货 来啦 有什么好吃的 有苹果 红枣 柿饼 杏仁 长生果 好多好吃的 好啊 皮皮大王我力打无求 这些东西都交给我吧 阿妩 不要偷吃 晚上还要吃年夜饭呢 孩子们等着我和爷爷去做热菜 我好想家呀 我也有点想妈妈了 有时觉得老妈又凶又不讲道理 可现在想想吧 还蛮怀念她的大嗓门的 不知道鲁妈妈今年做的招牌菜是什么 啊 对了 今年过年 鲁爸爸是不是说了 要给你们俩一份超级礼物啊 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 爸爸决定 送给这一年当中表现最出众 最听话最乖 得知替全面发展的好孩子 一份超级大礼 超级大礼 别说了别说了 再说我要哭了 哥哥 阿妩啊 别喊饿了 菜上来喽 第一道金玉满堂 第二道团团圆圆 哇 好香啊 好香啊 哥哥 老奶奶还没烧完菜呢 我们阿妩别急 等奶奶烧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吃 饿了先吃点干果吧 大年三十晚上啊 要守岁 守岁的时候 家家户户啊 都会做很丰盛的年夜饭 年夜饭 从傍晚时分入籍 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呢 守岁是什么 守岁就是大年三十的晚上不睡觉 对了老爷爷 为什么除处守岁吃年夜饭 要吃那么久呢 啊 这可有来历了 韩词 韩词去冬雪 暖带入春风 从古至今 从古至今 嗨 嗨 我是年寿 平时住在海底 可是到了除夕这天 我要上岁到人间 我要上岁到人间去戏耍一番 他的所到之处鸡飞狗跳 村中的人们陷入了巨大的恐慌 亲爱的村民们 鸡鸭牛羊准备好 我来开魂了 哈哈 快 快把门拴上 哎呀 我的鹅呀 明天要拿去七十块口粮吧呀 啊 哈哈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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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老三 你家怎么带这么多东西上山避难呢 哎 我们搬家 去十里外的刘家村安居 这一惊一诈的日子是没法过了 哎 哎 星星好 星星好 老人家 这里出席晚上不太平 你还是去别的地方吧 是吗 我看啊 挺太平的 哎呀 这老头疯了 别听他说胡话 我们快上山避难吧 就是就是 乡亲们 谁也没有时间里会刑起的老人 只有村东头一位老婆婆招待了老人 哎呦 我做了一桌子菜 孩子都没回来 要是不闲见 就趁热吃点吧 啊 谢谢啊 哎呦 糟了糟了 这位老爷子 你吃完呢 赶紧上山去避一避吧 啊 我看村子里的人都慌慌张张的 是出了什么事吗 老婆婆 老婆婆将年寿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老人 谁知那老人屡然笑了起来 这年寿啊 这年寿啊 一到除夕夜就来作恶 第二天鸡大鸣才走 哈哈哈哈哈哈 这好吧 关门封窗 一大做的菜慢慢吃 吃一夜不就是了 可是老是躲着这也不是办法呀 嗯 嗯 婆婆无需担心 老梦我有法子赶她走 啊 半夜时分 年寿闯进村 她发现村里气氛与往年不同 村东头老婆婆家 门贴大红纸 屋内烛火通明 这 啊 这唱的是哪出啊 人家都怕我 你家就不怕 哼 给你们点厉害看看 哼 嘿 年寿将进门口时 院内突然传来噼噼啪啪的炸响声 年浑身站立 再不敢往前一步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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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呐 天呐 不要吓了不要吓了 好可怕 好可怕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啊 原来 年最怕红色 火光和炸响 就这样 老人赶走了年寿 这件事很快在周围村里传开了 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寿的办法 从此以后 每年的除夕 家家贴红队帘 燃放爆竹 户户除火通明 手耕带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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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华 中华盟 极千债 写之渠 海岐 中华为黑铭 武千年 书卷飘响 中华 主圆 集结在 月月流长 你是长河 五月回乡 你是长河 五月回乡 让那人羞绝有的水河 让那人羞绝有的水河 带我们回到那遥远的地方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 命 nameė 把水河 使用下的水河 海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κ与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